中襄王朱子正比利26年出兵天下为36居靠为始皇帝 可一样故事以下各位都非常熟悉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公子吴亥丽是为二世皇帝 三年诸侯并起叛秦 找到沙尔势力子因 子因一月与诸侯朱姿睡眠起 这是各位秦始皇本集都很熟悉的故事 秦国的故事到了这里已经全部中局 我们再来回头想一想秦国这个国家的兴亡过程 在三代的时候要靠着三代不断的奋斗最后成为了诸侯 可是因为一次压保压述 整个部族从诸侯最后沦为了炮灰 在那样绝境之中秦始终没有放弃 还激发出他最强的血腥 好到了最后等西周到东周的那一刻 秦国抓住了这千载难狗的良机 他终于压保压运了 因此被东周那个不义忌惠的平王分为诸侯 从此之后一力自强 到了末光成为西方的霸主 到了最后末光一死 因为末光临死的昏乱训死之举 秦国国是从此终穿几代末亡 秦国又成为西方边境的一个 最小最穷最高的国家 到最后小龙一坨自强 不惜告诉自己 我绝对不刺激在这一刻 我背叛掉自己自强 于是秦国迎来的上揚 上揚帮助秦国成为天下强国 这样一样秦国的势力 可以在东方六国纵横来去 白旗让秦国的军队顺为向无敌 秦国终于成为天下最强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只能持服在他的脚下 而后终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在他统一六国之后 自得意满 骄纵无度 于是这个话 五百年才终于从底层爬起来的国家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灭亡 你们想想看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故事 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哀的故事 秦的失败 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国家的失败 秦皇统一六国消灭了六国贵族 秦是上古以来遗传下来的最后一个诸侯 最后一只贵族 而最后秦也被灭亡 中国从此之后迎向一个崭新的失败 贵族的失败到此已经全部过去 简单是平民老百姓和流氓的时代 谢谢大家